大家去各地旅游,都喜欢和地标合影留念,表示自己已经走过路过没有错过,无论多危险的地方,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尝试一下,勇气固然可嘉,一旦出事,谁也救不了你,长点心吧。 正文分割线,话说,在英国南部东萨克塞斯郡,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,叫七姐妹悬崖,所谓七姐妹悬崖,指的是一个白热制的峭壁,上面有七个主要的断崖,一个挖着一个,所以取名为七姐妹,从海面上看过来,岸上的白热制悬崖非常的雄伟壮阔,悬崖的高度可以达到162米,可以说是层轮别障,非常壮观了。 然而,这个美丽的景点,其实却充满着危险和死亡气息,由于地处海边,这里长年的海风和气候,对七姐妹悬崖的白热制峭壁造成了很严重的腐蚀,导致这里的海岸线,每年都在后退,近些年,由于气候的变化,七姐妹悬崖的后退速度,变得更加快速了。 有记录显示,在1873年到2005年的这个期间,这里的海岸线后退了90米的距离,但是近些年这个速度变快了许多,2013年到2017年短短4个月的时间,通往悬崖的战道之间就宽出了几十米的距离。 由于气候的变化,这里的牙崩事件时有发生,2013年到2014年的那个冬天,由于暴风雪,导致这里三个月的时间就损失了过去七年才会崩掉的悬崖面积。 近期,这里的牙崩事件尤其频繁,两天之内就发生了三次,一下子少掉了古外堂的白热制,牙崩主要是由于海岸侵蚀,不要小瞧它,近些年来不断后退的悬崖已经让很多当地的居民苦不开源了,早在1800年, 到1820年期间,这里的海岸警卫队曾经帮住镇上的居民,在悬崖上,修建了一基房屋,这里的住宅本来是无比海景房,但是随着悬崖不断崩塌,很多房子都变成欧威房,原本距离悬崖边还有很远距离的房子,现在变得岌岌可危,没办法,当地居民只能拆迁到其他的地方,现在在七姐妹悬崖上的房屋,已经寥寥无几了,然而,即便这样,每年却依然有很多人会出现在这里, 没错,就是游客,这里独特的地貌和景色,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前来参观,据当地旅游局统计,每年前来游玩,感受在月季断崖的游客,可以高达35万,这些游客来到这里,有很多就想要站在断崖边上, 展示自己勇气,每年,来到断崖上拍照的游客,可以说是不计其数,他们站在高达上百米的悬崖峭壁上,性高采烈地拍照,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处在什么样危险的境况下,尽管当地政府屡次警告,说站得离断崖太近会发生危险, 但是游客们始终是弱无睹,可能他们觉得,站在危险的地方拍照,发朋友圈的时候才能显示自己的勇敢吧,前段时间,一个23岁的韩国留学生,就为了一张照片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,这个女生云在Royal Queen,今年23岁,她是一个在英国进修英语的学生,6月的一天,她来到东萨克赛斯郡的Cogma Haven,在悬崖上性高采烈地拍照,自拍不够, 她还抓了三个同样在悬崖上游览的韩国人,请他们帮助她拍照,然后她就一直站在很危险的地方,跳来跳去地板Pose,谁知道,一个脚踏,从60多米高的悬崖上面掉了下来,法医鉴定说,这个女生死于头部受伤,当时帮她拍照的游客也惊了,前一秒人还在活蹦乱跳地在悬崖上拍照,后一秒只听到一声巨响,人就没了,这样失足或者因为意外而死亡的案例,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弹,但即便如此,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们还是络绎不觉得爬上危险的地方,只为了拍一张照片,即便已经造成了伤亡,媒体也报道出来了,但是还是每天都有很多上去自拍,简直不要命,所以洋风的次数频繁,加上不久前刚刚出现了意外事件,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关闭了通瓦区姐妹沈阳的站道,希望可以让游客注意安全,出门在外,安全第一